海巡署在9号下午的时候 在廖罗山港的码头 针对运往高雄港货物执行安全检查 查获两起非法运送 大陆螺丝粉回台案 经过清点 总共是将近50公斤 看一下 里面是什么 辣味螺丝粉好 金门廖罗山港 是金门对台湾本岛 唯一的货物运输港口 因为疫情趋缓之后 两岸的货物数量是逐渐的攀升 而最近所查扣的螺丝粉 全岸会依照违反 事办金门马祖澎湖和大陆地区的 通航实施办法规定 韩宋财政部的官务署裁处 在8月9号的下午3点左右 在吊罗山港 查获两起非法运送大陆螺丝粉回台案 金清茶总重大概49公斤 全岸依违反事办金马鹏 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 韩宋海关裁处 疫情逐渐趋缓 两岸军数码货物逐渐攀升 本队至今年5月29日 首次查扣大陆螺丝粉契金 共计查扣390件 合计1703公斤 金马鹏分属也呼吁大家 依照事办金门马祖澎湖和大陆地区的通航实施办法规定 旅客仅可携带少量自用的大陆农产品 单项不可以超过1.2公斤